我要哭牙啦 緊張緊張 好緊張 我覺得我姐真的非常黑 連哭牙都可以發生這種事 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我 連哭牙的貨幣 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連哭牙的貨幣 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年屆30 準備酷牙的心境 我講一下我要酷牙的情況 透過酷牙我可以改善什麼 還有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在韓國酷牙 究竟需要多少錢呢 因為我長期住在韓國 所以我會在韓國酷牙的 我現在是一個未酷的狀態 因為我怕酷了之後 口齒不淋漓 所以我想先拍片 大家可以看到我上排的牙是不齊的 我有兩隻很大隻的門牙 然後我旁邊有一個洞 然後最旁邊有一隻很尖的虎牙 看下去問題也不大 而且我自己也不介意我的牙不齊 甚至之前在一個工作場合 有一個第一次見到的女生 她突然間跟我說 叫我不要酷牙 她說覺得我的牙很有特色 很可愛 希望我可以繼續維持下去 但有一點我現在越來越介意 覺得好像越來越嚴重 就是我兩隻門牙很大隻 所以我笑起來的時候 會有時不太自信 還有側面看的時候 兩隻門牙是有向斜出去的感覺 所以令到我覺得我的嘴都是有向出凸出來 嘴凸的問題 還有笑的時候 我合嘴笑會包不住牙 整天拍完照看會漏了那隻牙出來 那為什麼等到三十歲才來哭呢 那當然不是特地等的 我中學的時候其實已經很想哭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說有病 不是說有健康的問題需要哭 所以我就不太捨得花錢 那今年到了三十歲 我就覺得好像再不哭就會太遲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要去牙科那裡抗收查 如果我今年不哭的話 就以後都不再看這件事了 我自己的目的就是非常明確 就是我想改善我嘴凸的問題 因為我的臉部輪廓 就不是很立體的人 我額頭和鼻都是比較扁 但是反而是嘴這個位置最凸出來 所以就顯得我好像嘴的下半個很大 那我就抗收的時候 很直接跟了醫生說我的需求 就想幫我看看我是否可以考慮 去改善我這個情況 那醫生就跟我說其實我們亞洲人 大部分臉的下半個 都是會比較向前的 有少許凸出來的 只是每個人的程度不一樣 而且就有分是牙性還是骨性 你看到很多韓國明星 韓國偶像他們的臉型很漂亮 其實他們很多都有做這個眼握手術 就是剩骨頭的手術 才可以令到我臉部線條很流長很完美 那我就沒有打算做那些骨 所以我就最想知道我嘴的原因 是牙性的因素大一點 還是我骨頭的因素大一點 那我即日就做了一個要另外收費的詳細檢查 照了很多X-ray 拍了很多照片 就可以知道我經常有牙齒的情況 那就可以分析看一下 我如果要骨頭要剝多少隻牙 還有要怎樣骨頭 一般人的門牙傾斜度大概是 105度左右 而同我是120度的 所以是比一般人多了15度左右 90度 105度 120度 大概是這樣 那醫生就說可以透過骨頭 把門牙傾斜度到100度左右 那就可以改善到我嘴得出來的問題 但是他很搞笑 他提醒了一件事 他不是提醒 他很強調了一件事 就是 骨頭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整容 因為他就說 不知道我有沒有打算整容 但是他就看到很多病人 在骨頭的途中 他又去弄鼻子 但是因為在骨頭這兩三年的期間 醫生會一直檢查 輪廓的比例去幫你設計你的牙齒 要骨頭成怎樣 他說如果你突然去改了鼻子 或者什麼的話 整件事的比例都會不平衡 所以他說如果你打算整容的話 就骨頭完牙再做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放心我不打算整容 因為我年紀不小 所以醫生就說 我至少要骨頭兩年 但是那個指導師姐姐 那個生丹少爭年 她就說 她以個人經驗 她跟我一樣那麼大的時候 她都骨頭了 起碼要餘三年的 但是最後其實也要看看我的牙齒 聽不聽話 如果我的牙齒動得很快的話 也有可能兩年就可以結束 然後剝牙方面 醫生評估了之後 我要剝四隻牙 剝牙的錢也是另外計的 因為他說有些人可以剝兩隻 但是他說如果剝兩隻 就可以解決嘴得的問題 代表嘴得的情況 其實一點都不嚴重 是很輕微的 其實可能只有她自己一個 其實不願不剝 他說我這個情況 是需要剝四隻 才可以達到我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要剝四隻 那我是剝透明還是剝鐵線呢 我本身當然想剝透明 所以我打算比較一下 剝透明和剝鐵線的價錢差多遠 如果不是差那麼遠 我也打算剝透明 因為我年紀不小 如果要戴牙套的話 我也覺得有點害羞 誰知結果我牙的情況 根本就不容許我剝透明 那個姐姐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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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我說 你可以選A啦 B啦 C啦 然後我看下去 A B C也是鐵線來的 我選什麼呢 如果是一般單純不齊的人 都可以酷透明的 但我就是碎在這個洞裡 我現在就說說大家最關心的價錢問題 我這個價錢只是給大家參考的 雖然每一間醫院的報價都不一樣 但都應該是在一個接近的範圍內 我這間醫院的價錢我已經問過我身邊Kugawa的韓國朋友 他們都說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一開始去考慮的時候 他正常會和你做一個很簡單的檢查 這個簡單的檢查沒有特別的費用 最多可能會收你一個瞞診的費用 但每一間醫院可能情況不同 最好還是先問清楚 之後會和你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就是照X光 我和你分析下你牙的數據這些檢查 他就會另外收一個費用 我就是給了15萬瓦 但因為我之後就決定Kugawa的時候 他就會在我Kugawa的費用裡面 扣回我之前給了做檢查的15萬瓦 就等於是包了這個檢查 然後剝牙就是每隻15萬瓦 好 接著最重要的Kugawa 除了透明之外就有分三種 第一種就是Clipissi Clipissi 就是固定的東西 其實它就像一個夾子一樣 它的好處就是比較穩定 它可以隨時移位 根據你牙齒一邊鋪一邊移位 可以少一點腹襯 以及鋪的速度會快一點 因為它的彈性比較高 而它的價錢也是最貴 就是500萬瓦 然後第二種就是Celami Celami就是圖刺 它這個便宜一點 就是470萬瓦 它就不可以像剛才那個夾子一樣 隨時移動 然後最後一種就是 最原始最傳統那種 看到是金屬的Materico 就是430萬瓦 那我一開始聽完之後 我本身就想著 反正都要鋪 它每一種都是相差幾十萬瓦 即是幾千港幣 不如就鋪最貴那種 應該是最好的嘛 最貴 但是那個生甘雪珍黏 它就跟我說 最貴的Clipissi 其實雖然說可以加速你鋪的進度 可以快一點 但其實快不到多少 不如你省下幾千元 他就說建議我鋪陶瓷就夠了 所以最後我印了陶瓷 之後你鋪的途中 有可能要加一些牙釘 加一些螺絲 在牙肉那裡幫忙拉牙的 這些也是另外他會計算一個費用的 每一顆這樣計算的 那鋪完之後 其實我一輩子都要繼續戴一個牙套 他會幫你維持你鋪了的樣子 那那個牙肚也是另外計算的 有兩種的 也是四十萬瓦一個 那整體如果我要戴兩個 就是要八十萬瓦的 那以下就是我根據我個人情況 我整理出來的好處 就是究竟我都三十歲 值不值得現在花這麼大筆錢去鋪滑呢 第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減肥 順便減肥 有一段時間才可以吃流汁的食物 那我就覺得 是一個順便減肥的好時機 那就是可能我兩年之後 鋪完牙 樣子又變美 身材又變美 但是連我最喜歡吃的珍珠都不可以咬 然後第二個好處就是可以改善八字紋 是不是很神奇呢 為什麼可以改善八字紋呢 那我去親皮膚科那裡親淡的時候 他就每次都叫我打八字紋 叫我打Filler填了八字紋去 但是我本身就以為我這個八字紋 第一就是因為開始老 第二我以為是因為我肥 就是臉豬燈多肉 我以為是因為那些肉 掉下來 所以才會有這個八字紋 還會卡粉 我每次都跟他說 你等我先減肥 我臉沒有那麼多肉 我還是多八字紋的時候再說 但是結果呢 我去生淡我Cura的時候 那個醫生跟我說 我沒有跟他提八字紋這件事 其實是因為我嘴這個部分 突出來 突得高過我的臉豬燈 所以變了 這裡就多了一條坑出來了 但是當我嘴巴收回去的話 那這條坑就會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他跟我說可以改善八字紋 而第三個好處就是可以改善笑容 最基本的就是我平時 我就不是很擔心面貌 拍照經常都百香 第一次函 acho 我合上嘴笑的時候 為了不會流出一隻牙 我會下唇和下巴 也有好用力嘗試包住 我上排凸出來的牙 醫生就說我咬完牙之後 我就不需要用力去包住牙 這些紋路都應該會有改善 但其實總括來說 我覺得咬牙是一個自我滿足 其實身邊的人不會覺得有太大的改變 但如果你本身像我一樣 一直都很介意自己笑的時候 或者露牙齒的話 我也很鼓勵大家去酷華 如果經濟能力上去學的話 因為你自己很介意的時候 你的自信心都會降低 其實有時候對於社交方面 或者甚至去面試都會有影響 其實都是為了自己開心 自我滿足 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那之後呢 我哭了之後 我再給大家看看我的情況 緊張緊張 好緊張 其實我不知道今天是 已經要摸牙還是怎樣 緊張 我現在看了兩次牙科的狀態 上牌和下牌的牙套已經裝了 然後在兩邊大牙的位置 是裝了兩粒硬的膠粒 我現在上下牌牙咬住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辦法合齊的 中間是會有條縫的現在 可能你已經聽到我咬字開始不清楚了 雖然我只是看了兩次 但已經發生了一件事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非常黑 連咬的牙都可以發生這樣的事 就是我第一次去正式咬的時候 是3月30號 我其實聽我咬字的朋友說 一開始 基本上是要每個星期去覆診才對的 之後才會一個月一個月這樣覆診 但他約我第二次見的時候 已經是4月21號 即是過了三個星期左右 還有我第一次應該是 說好了要剝四隻牙的 應該是剝了牙才放牙套上去 但是他第一次 就沒有幫我剝牙 他只是幫我安裝了上排的牙套 院長跟我說 我們再慎重一點 考慮一下剝牙這一部分 所以我也相信他 我也聽他說 他是院長 但看完第一次牙之後 那三個星期 我已經覺得奇怪 為什麼不是剝了牙才放牙套的呢 你不剝牙的話 怎麼會有位讓我推牙進去呢 過了牙的朋友都說 剝了牙才放牙套的 所以我第二次去看的時候 我已經想定 我這次一定要問院長 但是誰知道 我第二次去看牙的時候 院長已經主動跟我說 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說 就是為什麼我不跟你剝牙呢 是因為其實 我要剝了 然後我真的 剝了 雖然我也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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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想過我剝了牙 我的院長 他也剝了 那我只剝了一次 你也剝了 那我之後又要鑽人和我做 然後我真的有點晴天霹靂 但是那一刻 當下我是沒有反應過來的 我就照聽他說 他就說是他本人的健康問題 所以就決定了要離職 他不和我剝牙的原因 就是因為會有新的院長 來負責剝牙這部分 每一個醫生給病人的建議和方案 都是有他們醫生本人的風格 有他們的風格 所以如果他自己自把自為 跟他的建議剝了牙先 那他就擔心接手的醫生 可能他不是這樣想 真接手的醫生 可能就要跟著他的方案去做 他就覺得不太好 因為他自己沒有辦法負責到底 所以他就決定 就等新的院長來之後 等他再和我擔心一次 然後再決定我要什麼時候剝牙 和要怎樣鎬 所以他第二次和我看的時候 都只是幫我安裝了下排的牙套 然後那時候是4月21日 他就說下一次見院長應該會是6月 我後來想想想覺得 真的不是很合理 而且他的處理方法有點錯了 你不應該是通知我 我要退休了 你等到6月 當然他的態度是好的 我就越想越不分析 我就已經不想再在這間醫院 繼續接受我這個療程 你多振相信 你的身體的病態 我質疑的問題 因為我託你説說 我其實沒有託你 你不條路的地步 我认为好比计合计划的很大事 我议计划等于有 marriage 我议会和復认划的重新的medicot 划做好了 我议计划在20年 所以你议计划 захід 我议计划先写 我议计划 如果我收割cida後,我看到,做剩餐率的方式或是在別的方式的方式 如果我收割了一下我選擇,便會關注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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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建议会被农团的 所以我当时自行的中间 我当时自行的远挥 但我会有没有结束 因为我自己不断 所以我会有更多的病房 我会在其他病房间 所以我去前面都会 你必须要付款 所以我会在其他病房间 我会有一个问题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 后面会责任 这件事自身上是没有 � fraction코人呀 我可以心意 條件有關 Jessie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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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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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最後 我就想說 一些比較 鼓勵性 比較感性的 說話 就是 我一直在這裏標榜自己30歲才來酷雅 很多人會覺得酷雅很小事 為什麼你說到這麼大件事 因為酷雅這件事對我來說 真的這麼多年 我一直想做而未做的一件事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決定 我現在想藉著這個機會 去鼓勵各位 如果有什麼想做 不要因為年齡 不要經常覺得太遲 而不去做 因為我發現看我youtube的觀眾 很多都是25歲至35歲這個範圍的女生 其實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 我自己呢 25歲至30歲這個階段 經常都覺得自己老 很多事情會開始比較不敢嘗試 會考慮很多 而同時間我越來越覺得 每一天都很珍貴 明天就會比今天老 每一天都真的要分秒必真 如果我今年再不酷雅 我下一年又會再老一點 所以我才今年下定決心 上次又去拍了緝靚相 然後又決定coir 我自己覺得呢 現在這個年代的30歲呢 其實一點都不老 所以呢 我就想鼓勵大家 有什麼想做呢 就盡早去做 因為早一年就是年輕一年 不需要跟著世俗的眼光 其實我就算今次coir 身邊都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我 你30歲之前一直都是 一些癌齊你都沒事 那為什麼浪費時間又浪費錢 其實真的一個自我滿足 是哄自己開心的一件事 令自己幸福的一件事 好像越趕越遠 其實我只是coir的眼睛 突然間很感性 那好吧 我今天就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完我這條影片之後 對在韓國coir 多了一些認識 然後也希望鼓勵了一些 跟我一樣 覺得自己年紀太大 一直不敢去coir的人 都可以勇敢踏出這一步 就算不是coir也好 也希望可以鼓勵大家 不要再拖了 如果你有事想做 就現在去做吧 而我現在呢 就要繼續去剪片了 下次再見啦 拜拜 再見 rod 不含 有 我 我 字幕提供